河北民间文艺 山花浪漫 我是文问 我是依依 今天由我来为大家介绍 五强年画 山东六府半边天 比不上四川半个川 都说天津人稠密 不如五强一难关 一天演了千台戏 找不到戏台在哪边 这是描绘年画之乡 五强生产细出年画的盛况 据五强县制记载 五强年画可追溯到元代以前 清末明初 五强南关有老字号可考的画店 144家 县城附近40余个村子 家家点染 户户单轻 年画发行量一亿对开印章 行销大半个中国 五强年画构图饱满 造型夸张 线条粗广 寓意吉祥 代表作有六子针头 连年有余等 在创作实践中 五强年画一人守正创新 打日本救中国 保卫边区等革命年画 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创举 2006年 五强年画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